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预备心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得福 感谢你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的祝福 我们如今有机会思想你的话语 都也是你的恩典 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手中 恳求圣灵带领我们更明白你的真道 以及更了解上帝的旨意 我们也能够实行你所教导我们的真理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祈求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们 本日经文来自于 以西节书第八章到第九章 首先请各位弟兄姐妹们 单独念第八章到第九章的第八节 然后在第九章的第九到十一节 我们一起念 以西节书第九章第九章 他对我说 以色列家和有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 遍地有流血的事 满城有冤屈 因为他们说 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 他看不见我们 故此我言必不顾惜 也不可怜他们 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 那穿细马衣 要兼戴着墨盒子的 人将之事回复说 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罗马帝国认为 自己是永远不可被征服的 因此 在公元410年 当罗马城 被四万名野蛮军落夺时 全球震惊 有一次 一位教父 名叫耶柔弥 停下节一细节书的工作 他给一位朋友写了信说 倘若曾经征服过 许多民族的 罗马会垮台的话 那还有案令可言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好像罗马人 有大人相信 耶路撒冷和圣殿是不可能被摧毁的 圣殿是耶和华灵格象征 也是上帝和责民立约的凭据 所以 耶和华必然不曾认凭上帝电线落 对吗 可惜 有大人忽略了一个真理 绿越有附带义务 他们一而再的犯罪 不珍惜上帝的恩典和忍耐 他们不尊重他的圣洁 本日阅读经文更详细地阐述了 关于有大民所分的败偶像罪 在第八章里 以细节先知得见意象 关乎当时耶路撒冷城中的恶行 第九章 意象延续 描述六个男人惩罚恶人 在第八章第三节写着 在那里有触动主奴偶像的座位 就是热动计写的 大有可能是 这其中一位迦南女神 就是被质疑 掐好在圣殿中的亚什拉 公然藐视耶和华 此局已足够具巧信心了 但是还有更过分的行径 就是以色列领兽们跪拜偶像 甚至有拜热头的 弟兄姐妹们 他们这样做事给自身招来了惩罚 即便如此 耶和华还珍惜那仍然忠于他的人 他们领受门保护的记号 叫他们记起以色列人出埃及史 写图在门楣和门框上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 所以完美的公义意及我们 每一个人理当面对死亡 勿要感恩 由于上帝预备了出路 叫我们不至于忠什么说什么 主耶稣透过他的死 为我们还清了罪债 接着他的复活赐给我们永生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您相信基督是你的避难标志吗 我们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感谢你带领了我们今天的反思 主啊 我们知道神恨恶罪恶 而我们人类不断的犯罪 神啊 我们的生命中需要你的带领与帮助 我们不能自己走路 我们需要你每一刻每一秒 在我们走的路 当我们做选择 在我们的想法 在我们的言语 在我们的行为 都需要你 因此恳求你 一直与我们同在 从今天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